是谁要嫁到蒋家为妾 奴婢敢死 不该胡说八道 还望老夫人 还望老夫人保住身体 救 救 老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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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紧叫大夫 好好好 叫大夫 叫大夫 不要手给我 黎大夫 我母亲怎么样了 罗大人 这老夫人的心病 伤一次便损害一次 若到最后 就算神仙下凡 也无用了 这次若能醒来 请切记 务必当心 那我祖母什么时候 可以醒过来 最晚明日 老夫人便可醒来 醒来之后 万不可 再次受到刺激 许妈妈 究竟是怎么回事 祖母怎么会忽然病倒呢 我们一直没让老夫人 出屋子 早上 乔小娘来请安 也被我拦在了屋外 老夫人每日午睡后 都要去看她那盆呀 喜爱的勺药 我也拦下她 别让她出去了 可 谁知道 我就离开一会儿 老夫人还是去看花了 正好吓人嘴碎 被老夫人听到了 她一着急就晕过去了 都是老奴的不是 都是老奴不好 许妈妈 快起来 这件事不怪你 这件事不怪你 只是怎么会这么凑巧呢 七姑娘难道是怀疑 嘘 她怎么能 大娘子这位 是她一生的执念 当初母亲去了之后 祖母就让林大娘子去歇 这口气 她是一直都咽不下的 不过这件事情 还需要调查清楚 当务之急 就是要治好祖母的心病 不过既然二爷决定了 让您嫁到蒋家为妾 她又岂会轻易收回 这件事情 我自有办法 公子 那不是 熙姑娘吗 二位姑娘 掌柜的 弟子包房 弟子包房 来 带二位姑娘过去 两位这边请 可这谁送过来的 并未看清来人是谁 二爷 此信件涉及七姑娘的清白 这 这没准 做不得真哪 不管是不是真的 给我备车 我要出府 是 二位姑娘 需要点什么呀 弟子包间隔壁 可还有空问 还有人字号包房 就这间啊 好 带姑娘去人字号包房 姑娘 这边请 请 信已经送到爹爹手上了 等一会儿爹爹来了 看那个罗姨您怎么办 客官 请问人字包间怎么走 人字包间啊 往那儿走 您 带公子过去啊 这边请 您里面请 请问客官 您是喝酒还是赏曲儿啊 找人 找人 此OT TIM 您og he won 空 姑娘 二爷和蒋大公子都来了 岐姑娘这次 可真是说不清了 父亲 你果然在这儿 人呢 什么人 父亲何出此言 出来 二爷 你在这里做事 我和七姑娘 来尝尝六合九四的新菜 蒋大公子仁呢 什么蒋大公子 女儿怎么会与外男私会呢 莫要隐瞒了 为父已经知道 你擅自约蒋大公子出来 谈退亲之事吗 你怎么会在这儿 今日上午六合九四 人字报监 我约你 你不是约了罗依宁见面 还约在弟子号报监 一连 你说什么我听不明白 是你托人给我传递的话 我知道你还在生我的妾 这次我回去会告诉我我妾 我谁也不想要 就算娶罗家之女为妾 我也定会娶你 你满嘴胡说八道些什么呀 谁要驾驭你家做妾 你放心 你入门为贵妾 我一定会一直对你好的 爹爹 你为何要如此 你让我这张牢脸玩哪儿歌 罗世伯 我与怡连心意相通 请罗世伯将怡连 嫁于我 还有什么好说的 我 爹爹 我和蒋大公子 清清白白的什么都没有 是她 是她故意迎我来的 吴姐姐 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听不明白 原来是蒋大公子和吴姐姐游异啊 妹妹愿意成全 胡闹 什么成全不成全 婚嫁之事 岂能随随便便就决定的 你们眼中还有我这个父亲吗 罗大人 反正侍职都要迎娶罗家女 既然您已经知道一切了 我这就回去禀告父母 若娶罗家女 必娶罗依脸 爹爹 我小娘这些年在家里 吃得苦受得罪 难道您都忘了吗 我可是您的女儿 您难道 就忍心让我这辈子 就这么毁了 爹爹 我绝不作弃 依脸 我虽然不能违背父母意 娶你做大娘子 但是我绝对不会让你吃苦的 不会让 蒋大公子 我早就与你说清楚了 你为何对我还要纠缠不休 爹爹 你要是执意让我做起 我今日立刻就死在你面前 依脸 吴脸 吴姐姐 父亲 既然父亲舍不得吴姐姐 又要顾忌罗家衍面 看来 如此之用义法了 那就是 去向蒋大娘子退婚 罢了 罗蒋两家婚事就此作罢 昨日 登门退婚 听我说 蒋先知 你马上就要迎娶 高门嫡女 也要参加朝廷科考 为了你自身考虑 想必 你不会乱说话吧 没有 罗世博 说的是 你们两个 跟我回复 我